其实乌龙派出所这部卡通啊 在台湾的南部地宾 这边呢也可以看到一家乌龙派出所 这是位在屏东县东港分局 不过它现在改名了叫新龙派出所 但很多人不知道 一直想说乌龙派出所还是在这里 所以好多人就特别来这边 要来找乌龙派出所 现在为了顺应民情 警方特别做了一块乌龙派出所的名牌 让所有的游客可以在这边拍照留念 许多观光客远道而来 第一个景点就是前往派出所 不过派出所里到底有啥好玩 连续叫之后有那个游客啊 在那边来访问说乌龙派出所是怎么回事 在这边呢要休息 大家抢着在乌龙派出所的招牌前拍照 其实这里本来真的叫做乌龙派出所 或许是名字让民众认为 警方可能不太会办案 后来改成了新龙派出所 不过改名之后 还是有不少民众慕名前来 为了不让游客拜信而归 警方才特别在门口挂出救命牌 让民众拍照留念 就是做了一个木制的免牌 写了一些言格 那让游客来可以满足游客的兴趣 当然不只是派出所的名字 与卡通相同 就连卡通里的大员所长 也会出现和大家一起拍照 他们都是讲说 跟我长得差不多 有没有像 跟人认为 受到卡通的影响 虽然这里改了名 不过游客还是络绎不绝 现在堪称是全台湾最知名的派出所之一 没错